怀文副老师 哪些生肖命格的人 入秋之后 财运能够转望 对 一般来讲 今年2020 好像大家都不是 平均来讲都不怎么好 但是下面这个生肖 恭喜你 秋天以后 一直当然进到冬天 所以一直要延续到明年 运气都会越来越好 尤其是财运会越来越好的 拜托 拜托 对 我也是好期望 看看你们又在这里面了 好 先看一下第一项 第一种的呢 就是事业顺遂 丰收在旺 事业就是你的工作嘛 業績嘛 越來越好 工作好 業績好 事业好 當然你錢財就越來越多了 那這是什麼生肖呢 這是屬豬的朋友 好想到 我不是故意說 因為你來才敢把你列上來 是因為確實我們在那個十二太歲裡面 他這個入秋以後 是太陽跟漸入進來了 太陽跟漸入 觀眾朋友可能誤會 這個名詞很像紫薇斗數 事實上他不是紫薇斗數 這叫十二太歲神煞 他的神煞跟紫薇都不同 但是名稱有的會看起來有點一樣 他沒有那麼複雜 但是一看你大概就懂 像這個你看太陽就想到 陽光普照 日智中天 他的運氣會越來越好 那太陽代表健康也代表事業 那漸入直接入 入就是收貨嘛 就是入就是純進來 那麼尤其屬豬的朋友的農曆 一月十月深的更好 再強調一下 豬都是不錯 只是說月份再加上月份的話 一十 這兩個月叫六合 那他運氣更好的意思 好 這第一項是屬豬的朋友 第二項是投資足利 獲利滾滾 前面是做事業 這個不是 這直接就是你的投資 但你投資可能是房地產 也是股票基金 說不定跟人家合夥 開店 都是一種投資 那投資到了這個入秋以後 這個財運越來越佳 也是屬於生意越來越好 這是什麼生肖的朋友 這是屬雞的朋友 那屬雞的朋友 不過在這個時候他得到的十二太歲 神煞是什麼呢 是太英跟帝旺 太英注意看一下 他專門保佑女性 所以這一項比較偏向於女性 其他男女同論 就是第二項屬雞的朋友 尤其是女性的 因為太英這個神煞保佑的關係 那再加上帝旺 就是這氣旺起來了 財運越來越旺 所以他這個投資足利 他能夠獲利滾滾 那尤其是農曆三月八月的雞 那當然我再強調雞整個都不錯 是三月八月又更好的儀式 因為他是六合的 好 再去看一下第三個生肖 身財有道 財運亨通 這是不管你做哪一項 不管是投資做生意 甚至於你做什麼賺什麼 還有包括你摸財也算 六合財也可以 威力財也都好 都不吵 都是不錯的 這是什麼生肖的呢 這是屬兔的朋友 那因為新的這一個下半年的生肖 神煞他是福德跟天德 天德是上天保佑平平安安 福德我們能想到福德正神 福德正神是土地公 當然他也代表一個財神爺道的意思 財神爺眷顧 那這屬兔朋友 尤其是農曆的二月九月生的 那運氣好中之好 那以上三個生肖 就是說入秋以後財運越來越佳 一直延續到明年 那其他生肖 不是說沒有就不行了 剛才我們小蔻講 你如果沒有進到這排行榜的話 你的希望還在 要努力 自己還是更要努力 不要放棄 每個人財運都會很好的 好 給觀眾朋友做參考了 哪些紫薇命格的人 2020年呢 他的這個秋冬即興高照 財運依舊很旺 是 你看今年庚子年 也快過完了 終於 阿彌陀佛快過快過 秋天來 冬天就快到了 但是還剩下這一段的時間 各位觀眾 把你們的命盤拿出來 看一下 看看財博公的部分 來 我們先來看 第一個 財博公有破君心的朋友 兩位都沒有 兩位來賓都沒有 各位觀眾 如果有破君的朋友要注意了 還剩下這幾個月 是 其實人沒錢沒關係 不能失智 不能放棄希望 像破君 如果你在前幾個月 覺得人生真的是走投無路 快要撞牆了 這時候你反而要注意了 這顆星在接下去這幾個月 偏財運非常旺 而且如果你破君 還有碰到了露存的話 那是恆財運 還不只是偏財而已 恆財 恆財啊 是突然爆發的那種財會出來 所以你看這幾個月 一定要去掌握到 有任何的進財的可能性要去試 甚至包括到樂透 能夠買的話也要去 為什麼 因為破君這顆星就在這幾個月 是有它爆發的力量 是 所以各位 一定要去注意了 秋冬的時候 再來是 紫維心 這麼漂亮的心落在財伯宮 我看到我們藝德啊 你看他的財伯宮啊 對公是不是就有一顆紫維 唉唷 喔 對不對 是 你財伯宮 貪狼嘛 對公是紫維嘛 對不對 對 紫維正顆星喔 你就在家裡等 差不多美國總統川普 要來跟你定壓 是嗎 那不是薛寶倫 他現在也要居家隔離 是是是 你看 朵映剛剛講 紫維這顆星這麼漂亮 它代表什麼 鄭財 鄭財 鄭財很旺 所以 老師 他賣鴨肉算鄭財 唱歌算天才還是正才 所以我們今天已經確定了 原來他賣鴨肉才是鄭財 是是是 原來你唱歌 是 現場啦 現場啦 正財賺錢 是 其實今年我們不要看疫情 今年有很多快要死掉的企業 因為疫情突然活蹦亂跳 有嗎 當然有啊 多得不得了啊 哪些 我們只有聽說哪個大企業 快不行了 他剛剛講宅經紀 對不對 對 我們也就不用講宅經紀好了 比如說我講 有一個企業老闆 三年前公司倒閉了 然後他那時候啊 有一個朋友研發了一個東西 叫他投資 他看一看說這個東西不知道有沒有人會要 算了好朋友投資一點 就他公司倒閉了 結果今年這家公司大賺錢 為什麼 因為做口罩 所以你看今年 對呀 你看三年前叫我們投資口罩 誰要投資 誰是嗎 因為他的利率不是不是很高 對呀 竟然的口罩賣不完 川普現在得兵了以後 你看美國人個個都要戴口罩 需求量大 需求量 不得了啊 現在全世界最煩惱就是什麼 口罩的環保問題最嚴重 到處丟口罩 是 是吧 所以我們講 今天沒有不景氣只有不爭氣 疫情很嚴重 結果就造就很多企業是不是更好 他那政財就旺嘛 所以紫維這顆星專注在政財之上 有時候像那是你的偏財 那政財就是你的壓肉 是是是 一般我以為偏財就是賭博啊 一些比較投機的東西 不是 不是 那個叫賭博那個叫 這就好像我們講了 比如說今天做股票是偏財還是政財 偏財 如果你今天是投資公司 你是專門做股票 他就是你的政財啦 是是是 你今天如果是上班 你去玩股票 那就是偏財 所以並不在於說賭博 你看有人靠賭為生 那就是他的政財啊 是 了解 了解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偶爾去玩一下 那就是你的偏財或者是橫財 所以概念一定要從這個角度來看 了解 所以從紫維而言 堅守你的政財 政財 才是旺的不是分 所以多花一點時間在壓肉上面 有有有 最近要做那個壓肉送的 那個蛋糕 是 快出來了 那個應該很賣錢 靠你為國爭光 好 謝謝 川普來定了之後 謝謝 謝謝 對不對 好 再來第一個 太陽星 美兆姐 你的財博公就是有太陽 真的嗎 今年的太陽是畫路的 這顆星所代表的路 其實是什麼 貴人戴財 也就是說 其實就想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做股票好了 是 有人跟你講 這支不錯 你去 這支不就是貴人戴財 是 有人跟你報 像我剛剛講那個口罩 三年前人家說 你來投資我 你這東西很好 你好像在做善事一樣 結果今年大發 對不對 所以這種太陽是什麼 貴人戴財 你不是為了錢 可是這個錢 會跟著貴人而來 所以這是太陽畫路 所以你可以講 我們講 每一年其實世界上都有很多的災難 其實今年這個疫情天天報導 好像全世界都快末日了 但是末日沒有到 很多公司起死回生 反而靠疫情 對 而產生出來的 對 對不對 所以各位 財博公 剛剛講過了 沒錢沒關係 不可以失錢 不能放棄希望 就是你的鬥志要在 對 不能失去自欺 好 愛妃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 2020年秋冬的財運會旺道翻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沒有我的話 我就先這樣走了 不要吃量 吃量 吃量 說十二個出來 是 好 先不要叫車 搞不好有上榜 2020年財運是這個財富旺道翻的星座 我們有三個名次 那麼請觀眾朋友還有來賓 參考太陽跟上升 有上榜的朋友 從此刻起 你就可以提前的去享受 今年要豐收的果實 首先我們看第三名上榜的 太陽上升 如果是處女座的朋友 很不錯 在今年秋冬 會獲得什麼樣的好運氣 叫做 倒吃甘蔗 秋冬要發財了 那麼處女座的朋友 你可以回顧一下 從今年年初到夏天 這一路走來 不管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還是說你所處的這個環境 有沒有在這一波疫情當中 跟大環境的變動當中 首先是受到了一些 不管是被裁員 還是薪資減半 或者是說被迫要結束營業 整整的各種挑戰 但是到了此刻 秋冬來臨的時間 處女座是屬於這個 倒吃甘蔗的狀況 如果說你到現在都沒有放棄的話 那麼恭喜你 你接下來的人生 在事業這個部分 在財運的這個部分 會比較順遂 而且呢 馬上要倒吃甘蔗 越來越甜 而且呢 是秋冬要發財 這個秋冬發財的部分 是屬於你度過了一個 艱苦的春夏以後 所有的好運氣 跟所有所謂的 報復性的成長跟收入 都在秋冬要實現了 所以呢 我們提前恭喜 處女座的朋友 如果說你沒有上榜 沒有關係 你的老闆是不是處女座的 不要看著我 沒有我先 老闆老闆是處女座嗎 沒有 趕快換一個處女座 完蛋了 好沒關係 再看看老闆是不是第二個名次 或你是不是第二個名次 來第二個名次呢 上榜的是 雙魚座的朋友 要少了一個機會 不不你水星雙魚水星雙 好好好 要看太陽跟上升 來看雙魚座的朋友呢 到了下半年秋冬 它是屬於貴人牽線 財運亨通 這個雙魚座的朋友很特別 這個秋冬呢 你能夠獲得發財的機會 但是這個發財機會 它需要有一個媒介 需要有一個貴人來幫你牽線 比如說 你很想要去接洽某一個業務 或很想要開發某一個商品 但是呢 你在這個環節當中 就缺少一個關鍵性的人物 如果是說你是雙魚座朋友 那麼你要趕快去找到 這個貴人 這個關鍵性的 這個牽線的人物 幫你接洽 比如說你很想開發 網路的直播平台 你很有口才 但是呢 你就缺乏這個賣貨 或批貨的來源 如果說你能夠找到 這個關鍵的人 貴人幫你牽線的話 那麼就注定你在秋冬 就能夠財運亨通 兩位的老闆是雙魚座嗎 沒有 你可不可以正能量一點 我下的很正能量 我媽是上去座 好好那也許你媽是貴人 就你媽媽一起 你們兩個一起 她有退休金嗎 賣衣服 我爸有啦 好來 我們再看第一名 來 太陽上山第一名的朋友 如果是射手座的朋友 我走了 不要有我 我不要有我 走吧 來來來來 一起走 稍等 沒有 後面還有 有希望 老媽真的還要嗎 是是是 射手座朋友要恭喜你 2020年你的秋冬財運要發財了 是什麼呢 是屬於經營副業 而且亮麗成功 這個射手座的朋友 你要告訴你自己 要改變過去 懶散的特質 因為呢 你想賺錢 你想要獲得財富 沒有努力是不行的 那麼還要多繳經營 對於射手座的朋友 你很有人緣 而且你很開朗 而且呢 你每天賺能量 但是呢 你就缺少了一個行動力 以及對於金錢的敏銳度 那麼 所以呢 在射手座的朋友 在下半年要改變一下 你要更世俗一點 你要更愛錢一點 你要更喜歡錢一點 就不怕 不要 怕辛苦 要多努力 而且呢 是副業 還可以為你賺得額外的收入 那麼有上榜的朋友 處女座朋友 雙魚座朋友 跟射手座朋友 在2020年的秋冬 就要賺錢發財了 但如果觀眾朋友 你說我沒有上榜怎麼辦 看看你身邊 可以合夥的家人朋友 有沒有上榜的 多跟他們互動相處 也不錯喔 來來 接下來 玉佩老師 什麼姓林筆劃的人 2020年的下半年 能有開心的事等著你 是的 現在已經進入下半年了 大家把名字來拿出來 我們看一看 下半年呢 到底你會遇到 什麼樣開心的事情 第一個呢 叫做財神眷顧我 我們要看的是總格 所以大家把名字的總格 拿出來看看 像安妮來講的話 總格是24話 對 跟我一樣 甜甜 對 你們兩個都是24話 好 那我們來看 你們有沒有財神眷顧我 總格如果出現了 17 25 28 35 37 跟45的人共顧 差一貨 財神沒有進門 其實這個財神來眷顧我 分起的方向來講 第一個叫做投資運好 因為最近股市一直在飆漲 很容易就可以看到 開紅盤了 那這些筆劃的朋友 如果說你平常就有在 就是進出股市的話 那你一定要掌握好 這一波的行情 你趕快十幾點下車的話 你的確是可以賺得到的 那甚至於你有一些 以前套牢很久的股票 幾乎都快要變成幣子了 也會在這一波當中 它雖然沒有辦法讓你賺錢 可是你的本錢也拿回來了 這個本來應該沒 本來是沒有的 但是它還是有 這個叫做財運好 另外有一種情形呢 就是小友偏財運 各位有沒有發現 最近財券行動不動 就是幾十億的財運 在召喚乃主 那這些筆劃的朋友 下半年 這個偏財運也算是蠻好的 雖然你不見得會 中到幾億的大獎 但是你只要有投資 一點小錢的話 你小獎是 中獎的機率是還蠻高的 所以呢 也不要多花個50塊100塊 呱呱樂 呱一呱 你就有中獎的機會 那麼既然偏財運很好了 那當還有一種情形 就是不要忘了發票 一定要記得對講 所以做業務的朋友們 在下半年 你的每一通電話 都會給你帶來商機 請打電話給客人 因為財神來眷顧你了 再來一個 就是愛神來眷顧我 我們要看的是帝格 像你來講帝格是16話 那甜甜的帝格是13話 帝格是怎麼算出來的 就是你的名字 那兩個字相加 第一個如果出現了 6 16 有 有 18 26 27 跟35的人 好 這個愛神眷顧 有一個種狀況 叫做無心插流 在下半年來講 親友介紹的機會會很多 所以該去看就去看 不要 不要不好意思 不要懶得動 有相親啊 有約同學會啦 有什麼的 對 你就去 機會就是在這個當中 那還有的呢 就是有些小夫妻小情侶啊 前半年啊 可能都一直在吵架 吵到可能要分手要離婚了 可是到了下半年呢 因為有貴人出現 幫你們調解調解 哎 這一調解兩個人呢 在感情上面呢 反而是和好如初了 本來該分手的 這個愛神來加持了嘛 所以呢 就大事話小 小事話無了 那還有另外一種狀況就是 含了多久的戀愛啊 好久好久啦 對方始終不點頭 那麼下半年呢 有結婚的跡象了 所以不管是對到哪一個 是愛神眷顧我 還是呢 財神眷顧我 在下半年 都有好事上門啊 給大家做參考 來來來 阿曼德老師 塔羅占卜一下 2020年的秋冬 我可以甩掉什麼 煩惱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觀察到一種現象 通常在每一年的春天 跟夏天 我們好像都是心情 比較愉悅對不對 覺得充滿了希望 可是過著過著 到了秋天跟冬天 你就會覺得 今年好像很多的目標 沒完成 或是自己一些煩惱 就開始比較多了 所以今天這個占卜很重要 大家從一號到五號 任選一個數字 來看看我們在今年的秋冬 可以甩掉什麼煩惱 三號 來 以禮二號 五號 疫情四號 來 四號 生事如意 好 那我選一號 一二三四五 2020年秋冬 我可以甩掉什麼煩惱的事 大家都選好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從篤林哥的一號來看 選到一號的呢 我們說是 事業領域會大展身手 能夠讓工作更亮眼 也就是說選到一號的朋友呢 其實他們在今年秋冬 可能你自己覺得我的事業上 要有所突破 而且不只是想 是能夠很積極的去做一些什麼 然後外來的機會也會比較多 所以在事業領域呢 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 會突破過去一些 可能停滯不前 或者是能夠更有發展的空間 非常的恭喜 所以有八十分 接著呢 我們來看這個 莊老師選到的這個三號 選到三號呢 我們說是 選到這個的朋友 其實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他們可能真的有一些想法 一些想要去改善 可是沒有這個行動力 另外一種可能就像莊老師 他對於現在的種種狀況 你知道不管是我的健康 我的身材 我的這個事業 我都非常的滿意 我根本沒有想要去做什麼改變 我根本沒有想要甩掉的東西 因為自己就已經很滿意了 好 所以我們說呢 暫時就是這樣 六十分其實也是非常棒的 接著呢 我們來看莊晴跟這個 陳老師選到的四號 好緊張喔 我們說是 每次選到這一張的朋友們呢 其實人緣會變得非常的好 所以你想要求 情感上的新的機會 或者是我事業上 我需要有更多的好人員 來幫助我的事業發展 幫助我的種種學習 這些都能夠有 想什麼樣的這種 我們講情感的支持 都能夠來什麼 所以有七十分也非常的棒 也很好 我們來看這個 美玲老師選到的五號呢 我們說這邊是 身材曼妙眾人稱憲 哎呦 九十分 哎呦 哇 仙女來著 美玲老師應該已經也不需要 美玲老師已經這麼棒了 但是呢 如果選到五號 假設對於自己的這種 我們講說不管是種種這個身形 還想要有更好上加好的 這樣的情況的話呢 透過不管今天儀禮講的 健康飲食的改善 透過運動 或者是一些服飾上面的 穿著的這種打扮的一些修飾 都能夠讓我們的身材 更加的曼妙的 非常恭喜 那最後呢 我們就要來看 儀禮選到的二號 對不對 二號牌呢 我們說是 財神眷顧 荷包滿滿 好運動 今年呢 這個就是真的秋冬之際 這種財源滾滾 真的是讓自己都覺得 好像口袋已經太滿了 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 非常的恭喜 可以幫你啊 這個給大家參考 來來